男人杀人无数可却从未被抓 因为每次他都会将死者的脸皮割开 换上他们的脸皮 他就能拥有新的五官从而逃避抓捕 很快这个牧师的脸皮就被分离惨不忍睹 男人则贴在了自己的脸上 下一秒脸皮融合五脸蛋成了牧师 此时离尸体数量还只差一个 眼前这个老头成了目标 他用同样的手段将其的脸皮取了下来 没多久他就收集了一卡车尸体 只要将他们献祭就能复活魔王从而统治人间 随后他在尸体上淋上汽油 祭祀也随即开始 危机时刻他被一把抓住 听到动静的居民将其束缚了起来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地底下冒出一股无形的火 将尸体烧了起来祭祀也被成功击火 此时尸体的灵魂被复活 他们从火堆里走了出来 朝着被困的五脸男抓了过去 将他救了出来带回到了火焰面 随后他们化成一股气烟消失不见 殊不知这正是魔王重生的开始 很快地狱魔王就被复活来到人间 杀戮也即将开始 小伙被瞬间击倒 突然魔王被一剑刺穿了胸膛 是掌毛拿着刀从后面偷袭 可这对魔王根本不起作用 下一秒剑就被折断 随后掌毛就被他一掌打散 此时意识到危险的小伙立刻拿出法器 准备召唤出恶灵与之靠 随着一股黑烟冒出 四大恶灵出现在了空中 小伙和恶灵达成协议 只要帮他打败魔王 他就帮恶灵摆脱地狱之苦 没多久恶灵就全部钻入了小伙的身体 他们结合成了一体 人魔就此诞生 被附身后的小伙立刻就发动了攻击 两魔就此展开了对局 随着小伙的光波逐渐增强 魔王被打得节节败退 很快他就不敌对手被光波击中 最后被烧成焦炭灰飞烟灭 地狱之门再次被封印了起来 而恶灵也从小伙嘴里逃出 重获自由